新学年开学在职,有中学校长表示 部分跨境学童长时间未能回香港上课,选择申请休学 他估计高中班级的学生接种新冠疫苗的誘因比较大 星期三开学日,根据教育局安排 如果全校教职员和学生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七成 全校可以恢复全入面售课 如果个别级别学生接种率达标,那个级别也可以全入面售 中学校长会主席廉振邦说 不少学校的教职员接种率已经超过七成 估计高中学生接种誘因比较大,特别是升中六的学生 因为长时间19个月,他们真是手汤其重 所以我们估计如果真的分级,如果够七成或以上 我们估计中六或者高中会不会因为DSE 其实他们会真的想回全日的誘因会比较大 这个都是值得思考 香港岛校长联会副主席河敏就说 大部分小学生不够12岁,未达到接种年龄 估计小学恢复全入面售课的机会不大 他又说疫情下长时间网课对自学能力较弱的学生影响较大 留班学生教义往多 至于内地和香港长时间未能通关 联振邦就说部分跨境学生选择申请休学 希望内地和香港政府想办法协助这批学生 有去年开始有大概2万7名的跨境学童 其实他们长期都真的回不了香港上課 到今年的暑假我开始听到就是有些初中的跨境生 其实他们都真的会申请休学 他说恢复香港上課有助学习进展 对跨境生的情绪健康都重要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天不道